我們今天要開箱的是ESA360 ONE 這顆是4K的廣角鏡頭 然後是可以切開來的 還有一個是360的鏡頭 這顆 可以很多多元的套用 你可以這樣子接上去 然後你也可以反個方向 反個方向 反方向接上去就可以自拍 然後如果你有其他的鏡頭 像是360的鏡頭 你也可以直接使用 放上去就可以當成一個360的相機 360的鏡頭多了一個保護蓋 它底部是紅色的 然後也是它的電池 這一個是運動相機的外殼 雖然最讓攝影玩家期待的萊卡鏡頭 目前還無法出貨 不過這次針對廣角和360鏡頭進行測試 還需有三點值得推坑 預算有限 但同時想要擁有運動相機 跟360度全景相機的人 這一台絕對是首選 且可拆卸的設計 能夠把鏡頭和螢幕轉向自己 對於喜歡拍攝Vlog的人 也相當方便 以往拍攝360度影片 需要連接手機才能預覽 甚至得等事後傳輸到電腦內 才能檢視拍攝內容 但Insta360 ONE R 可以直接透過機身上的小螢幕 查看拍攝內容 大幅提高拍攝當下的安全感 實際測試防水功能看看 拿出來後 機身並沒有異狀能正常運作 與價格相近 且擁有自拍功能的 DJI OSMO ACTION進行比較 Insta360 ONE R 顏色濃郁 較為討喜 嗨 我今天在蘋果日報前面 嗨 我今天在蘋果日報前面 由於DJI OSMO ACTION 在HDR狀態下不支援防手震 拍攝品質明顯較差 不刊動新聞台北報導